第四个敌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好 康莱爸爸 那我们是今天的主播 我是安 我是欣欣 那你知道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竟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吗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眼睛的第四个敌人是谁呢 那四号敌人呢 就是山高 糖尿病患者罹患了糖尿病是网膜 病病的肾息率是一般人的40倍 那偏偏台湾人的糖尿病控制不佳 常常让眼睛泡在糖水里 国民健康局的追踪调查发现 高达7成糖化血色素超过7 控制不佳 如同水土保持不良 未来并发更多的疾病 由于肥胖的人口增多 糖尿病发病也年轻化 过去离病的高危险群是40到50岁 许多人比父母那代提前了10年 30到40岁就离病了 提前发病造成的病发症 如视网膜病变、肾脏病等 都有可能是提前发生 影响人生黄金岁月 也有越来越多证据证明 黄斑部病变和心血管疾病有关 也就是和高血压、高带困存、高BMI及肥胖相关 除了糖尿病外 高血压、高血脂也提高了眼中风的风险 偏偏台湾400多万名高血压患者中 有一半不知道自己是有高血压 也有180万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长期血管壁堆积并形成斑块 使血管壁变厚、变硬或阻塞 发生在视网膜动脉便是严重风 那眼睛虽然只是占身体的一小部分 却是人类探索世界的触角 况且终身学习的时代更需要眼睛接收万千资讯 四个敌人让眼睛在三四十岁时就提前老化 若眼睛一老大脑就跟着老 难以实现精彩的人生下半场哦 击退这四个眼睛敌人 保护辛苦的眼睛 早一天做 眼睛和大脑就晚一天变老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保 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